1月11日,新任香港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俊能在香港礼宾府宣誓就职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祝贺张俊能履新,并承诺继续支持司法机构。 当天,张俊能在林郑月娥监视下作出司法誓言,郑重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,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,尽忠职守,奉公执法,公正廉洁,以无拒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,维护法治主持正义,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。 2021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也于当天举行,因应公众卫生考虑,典礼由香港大会堂仪师终审法院举行, 新任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俊能,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张若华,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斯和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熙相继发表演说, 当天下午,张俊能在会见传媒时表示,作为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,自己的使命就是维护法治。 张俊能指出,保持独立及公正无偏,由正职及愿意捍卫权力的法官组成,保持专业高效及与时并进,是司法机构致力维持的三项基本要点。 张俊能指出,保持独立及公正无偏, 必须保持专业高效及与时并进。 据悉,张俊能于1985年取得大律师资格,2001年加入司法机构,出任区域法院法官,2003年获委任为高等法院原诉讼法庭法官, 2011年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,2018年10月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,终审法院是香港的最终上诉法院,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是司法机构之首。 林郑月娥2020年6月24日签署委任书,任命张俊能法官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,该任命从2021年1月11日起生效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